一天我一如往常的骑车出门 准备前往偶像live的会场 原本应该是很开心的一天 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天是如此的绝望 当在骑车前往会场时 就有一股不安的预感 果然 意外发生了 我的本体呢 我悬骗了我身上所有口袋及车厢 就是找不到 持续的翻找 一遍 两遍 三遍 终究还是没有结果 此时我想起出门时 过于匆忙 及贪图方便 将它放在外套口袋 大概是从口袋中掉了 本体遗失了 我无用难认的灵魂 就是存在这副墨镜里 没有这副墨镜 我就一点都不无用 当下非常绝望 也很无奈 也很自责 我知道已经再也挽回不了了 这副墨镜是定制的 早遍全天下也不会有第二副 事故发生后 我也前往当时购买眼镜的店家 询问店员还有没有这系列的竞价 得到很不意外的答案 没有 这墨镜已经伴随了我八年了 不得了